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4月20号 礼拜四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有两单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二单消息 据彭博社的报道所说 意大利工业部官员 在与台湾官员私下会谈的时候宣称 意大利是愿意退出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畅议 以寻求强化与台湾在半导体方面的合作 第二单消息 在昨日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在德国联邦下议院宣称 最近他在访华期间的所见所闻 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他并且表示 中国正是日益成为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而不再只是一个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个礼拜的直播节目 就安排在明天 礼拜五 香港时间晚上10点半钟进行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捧场收听 讲回我们今次的主题 先去看一下彭博社那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彭博社就引述了一个不愿公开身份的知情人士提到 意大利工业部官员最近在台北和台湾的官员 讨论着加强半导体生产和出口的合作计划 意大利官员就对台湾官员私底下表示 意大利是愿意放弃参与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倡议 以换取强化和台湾的合作 知情人士还说 相关的决定将会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泊品 但是他还未公开自己的最终立场 意大利工业部发言人对于彭博社的报道不予置评 而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所说 意大利高官的金堂行程是表明了 意大利绝对是愿意加强和台湾的关系 而台湾就将会在今年夏季 去到米兰开设着意大利的第二个代表处 以上就是彭博社报道的内容 意大利现在考虑可能会计划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其实在象征意义上非常重要 因为意大利作为G7成员国里 唯一一个是参加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前总理孔特的带领下 意大利就在2019年初的时候 跟大陆签署了一份量解备忘录 就说意大利是要参加这个一带一路倡议了 但是自从签订了以后 其实并没有发挥过任何具体或实际作用 纯粹是意大利用来表达自己的意向 但是对于大陆来说已经是相当重要的了 因为意大利作为一个G7成员国 作为西方民主国家阵营里面的重要一员 又是欧盟成员国又是北约成员国 他肯参与 不是说匈牙利 不是说那些东欧的小国 那个象征意义是很重要的 代表着北京在外交的层面上 他取得一定的成果 纵然其实是没有合作的 有什么东西好合作 大陆就算和匈牙利、南斯拉夫、塞尔维亚 都有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有些合作协议签订了 和意大利是没有的 故此 就算意大利到最后真的拍板 说要退出一带一路了 无论对于意大利本身 还是对于大陆来说 在实际意义上影响不大 不过 站在北京的立场 意大利作为一个大国 如果愿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对于大陆就是很有面子 面上有光 你退出他当然是觉得没面子 到时又会扔提扔爪 可能又会放战狼 意大利如果不肯退出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协议会在2024年的时候 自动逐签下去 但是都是纯粹一个表态 他说愿意参加 具体有什么合作 都没有的 到现在都是没有的 下年就到期了 如果意大利说不签了 那就收档了 不签的机会大不大呢? 我认为是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都说明 意大利是为了加强和台湾合作 利用放弃 加入一带一路作为一个交换条件 以换取和台湾在半导体的范畴里加强合作 现在是意大利主动有所求 所以我认为机会是大的 另一个因素就是 其实自从意大利政府换届之后 对华的立场就转趋强硬了 上一个就是由孔特做总理 当时很亲中的 但是现任总理梅洛尼 他就是来自一个右翼政党 叫做意大利兄弟党 他过往也曾经多次 在台湾问题上批评大陆 可见他与孔特的取态很不同 而且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所说 台湾将会在今年夏季的时候 去到米兰再开设 一个驻意大利的代表处 足以证明 其实意大利关系正在升温 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所说 台湾将会在米兰增设一个 驻米兰台北办事处 就是属于台湾在意大利的 第二个官方机构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当中 虽然名字叫做 驻米兰台北办事处 但是站在意大利官方的立场来说 同意给台湾增设 第二间的官方机构 就已经是代表着 意大利对台湾支持的一个 重要的证明来的了 而台湾也都试图通过类似的举措 来到去加强国际的支持 以抗衡中国大陆 而这个办事处的设立 也都将会是有助于 促进台湾和意大利北部 有更加紧密的贸易和经济联系 在去年十月 长榮航空也开辟了 从台湾飞往米兰直航的新航线 日后 这个办事处将会提供得到 意大利北部八个大区的商务 观光 乔民服务 和海外台湾人的紧急救助服务 意大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 副主席弗曼提尼表示 这个办事处的开设 是表明了意大利方面 继续和台方保持友好的商业关系 并且有望进行更多的技术交流 鉴于意大利需要从台湾获得半导体的供应 足以反映出台湾具有相当大的战略重要性 因此 捍卫民主和海峡航行自由等价值观的西方国家 有理由与台湾站在同一边 以上就是意大利政界的表态 所以在综合了不同的线索之后 我就认为意大利 他计划退出一带一路的机会是排的 因为反正退出了 对意大利是没有损失 之余 他还能够加强到台湾在晶片方面的合作 确保得到半导体的供应 对于意大利来说 又何乐而不为呢 更何况过去疫情三年的时间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就折腾得非常痛苦 尤其是疫情爆发之初 有很多乡郊地区的长者 不幸新顾 但是到了2020年尾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大陆的官媒 走去对意大利脱窝 把责任射给意大利 发放一些报道出来 就说新冠一早在武汉爆发之前 就已经在意大利那里传来传去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对于这些报道 是在2020年尾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但后来当然证明了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一个国家已经被病毒折磨得这么惨的时候 还要被人抵赖说它是首先爆发的 说在米兰那里爆发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 是有这样的报道的 大陆是 我还记得当时的报道 就说意大利在19年9月的时候 已经在爆发新冠了 当然这些人乱音吹的 我不会相信 所以对于意大利来说 无论是为了病毒的属元也好 追责也好 又或者为了和台湾的经贸合作也好 我也想不到它有什么原因 要继续留在一带一路的框架底下 反正它也没有合作的 纯粹签了一个意向 就是一个备忘录而已 所以就算意大利到最后 真的退出一带一路 我不会感到意外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 另外一单的消息 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 上个星期访问了大陆 分别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 王毅宣称 中国都支持过你德国统一 所以中国现在都希望 并且相信德国会支持中国和台湾 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 后来贝尔伯克转到韩国进行访问的时候 警告大陆 大陆试图强迫 控制台湾的任何企图 都不能接受的 而且还会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弹 中国经常试图用本国的规则 来取代国际规则 这是在破坏现有的国际规则 昨天贝尔伯克在德国联邦下议院 说到他访华的行程 他提述到其中有些建文 真的并非一般地令人震惊 但他没有具体说明 那些令人震惊的细节是怎样的 反正他就说 哎呀,不行了 令人震惊 他又补充说 中国现在是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或者还可以说 中国对外越来越绝绝迫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中国对内的镇压 也日益严峻 故此他又关注到 大陆那些什么 白纸的事件 又或者是新疆、西藏的情况 他又提到了 对于德国来说 中国既是一个合作伙伴 又是竞争对手 同时现在也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对手 不过现在他认为 中国作为系统性对手的成份 正在不断地增加 虽然中国现在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这并不意味着 大陆当局也是德国的最重要贸易伙伴 德国政府固然是希望和中国合作 但并不希望重复过去的错误 以为是可以通过贸易 产生到任何的改变 德国不想再很天真地以为 利用经贸去促进变化 是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也不能再天真地以为 贸易是一种地缘的战略 贝尔伯克这一段说得非常好 也反映出他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不像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 迷迷糊糊 尤其是在克林顿主政的时代 很多政客 做游说的人 不断出来讲一个理论 就是说 美国要加强和中国的贸易 你不要想着孤立他 因为你只要加强和中国的贸易 使到他的经济水平日益上升的时候 他沿岸的城市便富起来 便会产生到一些中产阶层 于是产生了中产阶层以后 他们就会提出一些民主的诉求 便可以用经济、用贸易来改变中国 结果这些东西当然后来就知道 完全没有发生过 全部是胡说的 哪有出现过这些东西 大陆现在发了 有一期发到猪头饼 有没有中产阶层出来要求争民主 有发生过这些东西吗? 完全是他们自己幻想出来的 现在贝尔伯克就说 德国不要再那么天真相信这些傻疚的东西 什么以经贸出变化 透过经贸产生改变 完全是纸上谈兵 通过实践就知道已经没有发生过 不要再想这些东西了 做贸易就做贸易 是纯粹做贸易 不要想着这是地缘政治策略 不要想着可以改变中国 不要做梦 他说得白一点就是这样 所以我都说外长很棒 他的思路够清晰 好过不少美国的政客 当然美国的政客 他未必真心相信他说出来那一套 可能他有水收 或者是有利益 他特意说那些他自己都不相信 也不奇怪 但现在事实摆在眼前 就是那一套是废的 而在4月17日的G7外长峰会上 贝尔伯克就说到 台湾等的问题 如果是违反了国际法的话 德国就绝对不能够 为了和中国有经济合作的利益 而视而不见 他还指出中国是有责任 为世界和平而作出努力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利用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他说欢迎北京承诺 不会对俄罗斯提供武器 包括军民两用的物品 并且还补充 说德国是会看实 中国这样的承诺 在实践当中是怎样发挥作用 即是说不是你承诺了就算了 他看看你实践是怎样 这个就对了 因为中国很多东西都可以承诺 承诺而已 承诺 他说完之后 究竟他有没有做出来呢 德国现在就看实了 贝尔伯克其实是一意贯之的 他都挺好的 他没有说当选以后 又去转态等等 其实很多政客都是这样的 上台之前在做在野党的时候 上台之后要对中国多么强硬 要收紧对华政策 上台之后就另一个样子 很多政客都是这样的 但是贝尔伯克他没有变 他在2021年 带领陆党参加大选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上台之后一定会强硬地对待中国 并且会促使德国和欧盟收紧对中国的贸易政策 虽然他到最后就选不上总理 因为他只不过是第三大党 但是组成了联合政府 他就做了外交部长 他有实践的 他当初竞选的时候所作出的承诺 不是吹吹吹吹的 这里是好事 多少政客说完之后不算数 他没有说不算数 他真的做了 接着我们再看看 到底G7外长峰会 是谈了些什么 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前访华的时候 宣称说 欧盟应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又说要欧洲不要卷入台湾的危机当中 即是所谓著名的弃台论 就被欧美的政客丙到他 G7外长也刮了马克龙一巴掌 在这个联合公布当中 他们表达出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 以及对台湾的立场感到担忧 布林肯说 关于台湾问题 G7集团所有的伙伴 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 所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 任何分歧都希望得到和平处理 而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破坏现状 破坏维护和平和破坏稳定的单方面行动 任何一方就只是说大陆 因为台湾都不会反攻大陆 现在是大陆经常说要武统台湾 在南海的军事扩张 G7外长联合公布说 我们要提醒中国有必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避免威胁、脅逼、恐吓和使用武力 联合公布也提到 支持台湾以正式成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 参加国际组织 包括世界卫生大会和世界卫生组织技术会议等等 着意来提升台湾的地位 因为较早前 大陆又召走多一个台湾的所谓邦交国 但是那个无非就是要为蔡英文过境美国来责庆 你要出访中美洲嘛 你要过境美国嘛 他就召走你那个洪都拉斯 但是他不会一次过召走剩余的十二、三个邦交国 一来大陆现在的经济的情况下 他有没有那么多钱去供应给那些穷国呢? 就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 万一现在大陆 召走所有台湾的所谓邦交国 意味着全世界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承认中华民国 大陆和台湾现在经常在谈 就是和国民党那边在谈什么中国 还怎样谈下去呢? 就等于是赶狗入穷行 所以我不认为他短期内就会召走 他都会剩下一点 等待你一会儿又过境美国的时候 他就召走你一个 我认为大陆始终在这方面 他都会留有一手的 因为当他做到尽的时候 他下一步又可以怎样做呢? 他都无计可思 他真的要打了 如果在外交层面上 他都没有什么可以做的时候 好了 至于在昨天呢 就出了一件事的了 G7外长的联合公布 就对大陆的态度是很强硬的 也是很一致很团结的 昨天呢 昨天呢 大陆的外交部 亚洲司司长刘敬松 就约见了这个 日本驻华市管的首席公司 小全面 就驻七国集团外长会 涉华消极动向 主办国日本方面 提出严正交涉 表达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我认为 这个又是有点有趣的 为什么呢? 今次G7外长会议 是联合一致挺台的 因为他唯独找了日本去扎军 表达强烈不满 因为他是主办国 但是其他有份支持 英国啊 美国啊 意大利啊 全部都有份支持 德国啊 没有找回那些国家的公司 来到去约见 或者做外交照会 没有啊 只是找日本而已 很明显大陆就是 对欧洲呢 他都还有一个 幻想 或者叫想法 就是还想积极拉拢 因为马克龙就是给了一个充分的 想象空间给大陆嘛 马克龙经常说 欧洲要独立自主一个板块 要成为第三极 第三极就是衰到极 哪有第三极可言呢? 世界一向都是两极的 一会儿又说 欧洲要战略自主 不要要依赖美国 给了一个充分的想象空间 大陆 大陆整天还想拉拢回欧洲 所以就没有找欧洲外交官员去约见 没有去找人责 他就找了日本来去挑剔 这个很有趣 因为日本也明显 他对台立场是不会变的 他是很强硬的 他是继承了 这个 继承了安倍的路线 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到现在还是坚持这一点 所以大陆只是找日本来去 若见 表达不满 他说日本是主办国 我觉得是一个 藉口而已 无非是此子挑远的吃 好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